据红星新闻报道 6月16日陕西商洛高新区国际会议中心发生一起坠楼事件 公安机关出警后 在酒店1号楼下发现一中年男性躺在地上 经120工作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 经警方确认 死者为商南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主任焦延飞 记者致电商南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焦延飞确已身亡 但并不属于跳楼而是工伤意外 流传的通报文件还显示 焦延飞6月15日从商南抵达商洛市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准备参加16日举办的业务培训 15日晚 他与数人在商周集加烧烤吃饭饮酒后 于21时返回酒店房间 16日7时30分许 同行人员柯增奎叫起起床 敲门无人回应 之后联系酒店服务员打开房门 发现房内无人 在楼下发现其遗体后报警 记者根据公开的新闻报道了解到 焦延飞为商南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主任 与其同行的柯增奎为中心副主任 两人在曾经的脱贫攻坚中 一起帮扶商南县观音堂村的村民 报道中柯增奎是观音堂村住村第一书记 两人曾利用双休日上门 看望慰问贫困户 帮助贫困户解决实际困难 记者致电商洛市国际会议中心酒店赵经理 其告诉记者 事情发生以后人就被他们单位的人抬走了 具体的情况他也不是很清楚 针对此事 记者咨询了商南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焦主任前几天因为意外去世 属于工伤意外 对于跳楼的说法 对方予以否认 并称 评估结果已经出来 就是工伤意外 6月20日上午 记者联系到焦延飞的母亲张某某 电话接通之后 由于其年事已高 听力不好 由照顾他的朋友接听 对方透露 具体死亡原因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由于焦延飞的遗体被送去火化 其他家属暂时都不在家 此事焦延飞的母亲张某某也已经知晓 我们一直都在陪着他 怕出现什么意外 随后 记者致电商洛市公安局高兴分局 对方建议咨询市局宣传部 记者拨打了商洛市公安局宣传课电话 但一直无人接听